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困境中的眼光 有一个故事提到有两只小青蛙 其中一只是非常勇敢健壮 可是另外一只既胆小又软弱 可是他们两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有一天夜里他们一起出来玩 走着走着忽然呢 发现一户人家的地角 由一股股朝气扑鼻而来 而青蛙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地方了 所以他们在那里高兴地又玩又跳 一不小心掉到了一个装着酸奶的桶子里 他们的身体开始往下沉 而怎么拍打也爬不出去 那只胆小软弱的青蛙游了一阵子就想 反正爬不出去了 还不如早点淹食得好 他就不再使劲挣扎 结果很快就淹死了 可是那只勇敢健壮的青蛙却是想 如果我能够坚持下去 说不定就有机会出去 于是他不断地拍打 用尽全力跟死亡搏斗 虽然四肢脚不断抽筋 但他就是不放弃 不屈服 而渐渐地 他发现自己竟然能够站得稳了 原来在他坚持的这段时间 酸奶已经渐渐凝固了 这只健壮勇敢的青蛙 因为没有被危险吓到 所以最后救了自己的性命 成功地跳出了桶子 但是另外那只胆小软弱的青蛙 却只能永远留在桶子里了 亲爱的朋友 当生存在困难的情况里 你是会像那只那个故事里 胆小软弱的青蛙一样 很快就选择放弃呢 还是你会像那只勇敢健壮的青蛙 一样坚持到底 相信一定有机会呢 人生在世 难免会遇到困境 很少人是一生一帆风顺的 甚至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期待 我们一定要把困难跟挑战 视为正常 这样当困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反而能够安然地胜过 有一首歌名叫《眼光》 歌词里提到 谁能跨过艰难 谁能飞跃沮丧 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 上帝的心看见希望 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在困境中 我们必然会经历等候的过程 等候的时候 或长或短都在上帝的手里 所以我们必须有 从神而来的眼光 看见机会 看见可能 相信上帝 必会带领我们胜过困境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意思是说 上帝有比人更好的安排 他要为你成就的事 是更大的事 因此我们要学习 在等候安静中来思想 查看上帝的作为 你就会看见上帝的美意 发现上帝的巧妙 你就会不断地感谢神 甚至环境没有改变 但是你自己的想法 你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了 人的一生都会面对 大小不同的挑战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 从神而来的眼光 我们的性格没有经过塑造 生命没有经过雕琢 遇到困境的时候 就很容易会像故事里 那只软弱的青蛙 因为性格胆小 又没有坚强的生命力 所以没有面对挑战的勇气 也没有应变的能力 很快就选择放弃 失去了超越困境 突破自我的机会 因此今天不管你的处境如何 上帝要给你一个新的眼光 看见这是你生命被提升的时候 祂要在等候的过程中 加给你力量 使你能够经历上帝一切奇妙的作为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就在早安Easy Go 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到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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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